嗯 我好嗎? 再不給你帝心窩了 帝心窩就給你撐下去了 啊你後面要放後面 肚子 啊你那不是縮掉的 我好才沒跟你抵想我 抵想我就給你掙下去了 我去這裡啊 現在一次這種行為 我們可以依照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30條一項期款 載運貨物未穩妥 行駛時嫌有危險 跟他處罰3000到新台幣18000元的罰款 另外這個行為除了罰金以外 如果有砸傷路過的人、車、民眾的話 還有相關的民刑事責任要去負責 所以要呼籲我們的駕駛人 我們在載運貨物的時候 一定要把貨物綁好、困好 不要有類似的情形發生 以免造成沈見